門口的部分呢 大家看到的這個是百變女王 那他就是一個女王 那下面的話 他的這個群擺的部分呢 他是一個做很多花繪的裝飾 那這些花繪啊 他都會隨著就是 他會就是新鮮的花 所以他會褲威 那當他褲威的話 他們就會更換新鮮的花上去 所以他就是都會褲汗一樣 就每次來看的時候 好 那我們可以再往前走 還有這個藍色的聖誕樹 他也是用一個裝飾的部分 很漂亮 都可以開拍照沒有關係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邊的這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淺綠色的這個草 他是空氣鳳梨 對 空氣鳳梨 那他就是用這樣的感覺 然後做出很像瀑布的裝飾 然後上面有做一些藍花的一些搭配 那那下面這邊的話 有像是黃色啊 淡紫色 鮮豔的紫色 這些的話都是藍花 然後來做一個整體造型的部分 整個景觀就是做一個瀑布的感覺 然後就好像藍花是生生不死的 來做點綴 那下面的話是文心藍 那也是跳舞 跳舞藍 對 那大家可以再繼續往前走喔 那大家看到左手邊的這一區 這邊的話是藍藝真灰 他的主題叫藍藝真灰 那也是用這些食物啊 樹木 樹幹 那就好像藍花是褲朵在樹幹上一樣 非常好就是大自然的感覺 還有一家啊 大家看到這白色的藍花 他叫做台灣阿嬤 他是我們台灣就是 我們最早最早最原始的藍花 那為什麼他叫做台灣阿嬤 你們知道嗎 是因為英國女王啊 那有次看到藍花 台灣的藍花 他這個藍花非常大的漂亮 然後就說 台灣好棒 所以就是因為 貼音的關係 口音的關係 所以這個藍花就命名為台灣阿嬤 很漂亮 好 那接下來大家可以再往前走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前方這個白色的藍花 他就做一個很像瀑布的感覺 用藍花來做成瀑布的樣子 大家都可以來跟他們拍拍照 也可以跟我拍拍照 好 眼前就是一個很大的磨天輪 一個淡紫色的磨天輪 那他叫做福爾磨砂遊樂園 他是用蝴蝶藍 春食 春食湖還有文心藍所搭造而成的一個景 那他就是用很多種顏色的藍花 然後搭配這個磨天輪的部分 然後讓他做旋轉 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下面也有一些 藍花來做點綴 水竹箱 那裡面的話都養一些小魚很可愛 都在裡面 大家可以仔細看看 這樣子很夢幻的感覺 有很多種顏色的 如果朵越多的話 就代表這個藍花是越珍貴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他有20朵 就一株這樣子 然後白色的 那他就是搭配像是一些 樹木啊 或是木頭 然後來做一個就是 自然的感覺 環保的樣子 那就是代表就是 蘭花 他是在自然中生存的 然後非常的偏 就是跟大自然是非常接近的 對他一隻 這樣就是一隻 那一隻的話就是有20個蘭花 20多蘭花 那到現在看到這一隻的話 裡面感覺有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他叫做玄幽蘭谷 那他的話 他的設計師是一個 原住民阿美族的設計師 是一個 是 嗯 這蠻近的 那他就是以古典來 文心來跟樹來 學做的結合 對 要大自往前 那這一次呢 主要就是 就是要讓大家就是 認識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還有原住民長團用到的一些建材 像是有一些麻布袋啊 或是一些草繩 就是原住民長團用得到的一些 建材跟平常群會用到的東西 那像左邊這個部分呢 就是他想要就是 表現出 嗯 那個 泰魯德的風格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 就很快廉遲的感覺 那像後面白色的部分 就是想要呈現 但是不可以的感覺 大家都可以跟他們拍拍照 也會跟我拍照沒有關係 欸 壓了我這樣拍一下 那像下面的話 有一些小狗的 這個文心蘭 也是跳舞的 很可愛 那像後面這邊的話呢 他是用這個 稻草所做的這個椅子 大家可以做做看沒有關係 他最常舒服喔 嗯 那大家也可以仔細聽聽看 就是這一句的話 他還有用一些鳥鳴聲 鳥叫聲 以及水流聲音 就很呈現 在大自然裡面的感覺 這些小蘭花 大家都可以仔細觀察 每一朵蘭花的樣子啊 造型 那像這個的話是跳舞藍 大家可以靠近一點來這邊看 這個跳舞藍的話呢 他有兩個顏色 那上面的話這些白色的這個 就好像小精靈在上面跳舞一樣 非常的可愛 可以拍拍看沒有關係喔 可以跟他拍照 可以跟我拍照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背板的這個部分 這邊的話是台灣比較常見的蘭花鼠田的介紹 那像這邊的話有很多種蘭花 像是有大貨星蘭 他的外型的話就好像星星一樣 非常地好分別 還有像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拖鞋蘭的部分 就在前面那區 還有文星蘭也是剛剛很常見的蘭花 大家可以認識一下 一些比較特殊就是研發出來的蘭花 那他每一朵 每一朵蘭花都只有一個而已 非常的稀少 那每一個蘭花他都有他獨特的特色 像是有一些很特別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 像是有這種比較小朵的在這上面 這個黃色的蘭花 還有像是有一些漸層的這種顏色的也很漂亮 像這就是我們剛剛入口所看到的虎頭蘭類 那他也是非常特別的 都只有一個而已 那像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叫虎尾蘭 那他的虎尾蘭就是它是紫色的 它就像一個狐狸的尾巴一樣 它就是用一些不同種的蘭花 上去組合而成的盆栽 那每一個他都是設計的非常的特別 像這個畫就很像用那種樹枝所組合而成的 然後有這個黃色非常鮮豔的蘭花 所以它的蘭花的部分就會顯得非常的明顯 所以它的蘭花的部分就會顯得非常的明顯 那像這邊的話呢 這邊是競賽有得獎的蘭花 那像最上面的那個 那個是總冠軍 它是由樹蘭跟加德利亞蘭所組合而成的 所以它叫做樹加德利亞蘭 那我們這邊就是蘭花的導覽 然後就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還有拍照的時間 那大家可以就是跟著我到紀念商品館這邊 跟小點點一起合照喔